长运团体为期一个月的天龙房屋计划正式落幕 期间收集了将近2000份民众对房屋市场的意见调查问卷 其中超过7成以上的受访者为40岁以下的青年族群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以上的受访者是租屋族 只有不到一成的受访者购屋自住 调查也显示民众购屋时最痛苦的三件事情 分别是高房价空屋多但是房价居高不下 以及买房都买到公社 9成2的是房价开高 然后有77的对目前空屋囤房一堆 但房价却没办法下跌这样的设计 以及政府的政策有高度的意见 然后有66%的民众觉得买房子都在买公社 不满在台北市义屋南球租金高昂 潮运团体高喊推动房产税制改革 保障居住消费权益的口号 并宣布潮运2.0要推动课征屯房税 落实租屋实价登陆 建物与公社分离计价 以及租赁专法增定罚则和调取机制 我花了这么多钱都买到了那么大的虚平 我们接下来要来推动的是 我们主张台湾未来的住宅购买药 主要建物 户属建物跟公社 要用分离计价的方式 包括民进党立委江永昌 吴绿琴 范云 和民众党立委张其露与蔡碧如 都出席记者会 表达声援朝银团体主张的立场 江永昌表示会在立法院下回期 提出申请租金补贴 无需房东投利 租金支出不需列举扣除 房客可直接申请扣除 范云也说将推动房屋累进税率 和租屋所得客税等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 郑祥云 王维婷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王维婷采访报道